位在中区的中山73影视艺文空间 是以播放非主流电影为主 而在文化部的补助之下 是重新改装增加硬体设备 这一天是再度见客 在一楼空间就策划台中电影故事展 将台中电影的脉络跟历史地图等都完整介绍 最值得一看的是这一台 已经保存超过一夹子的35厘米放映机 多位的电影界的前辈 像是台湾第一部黑白片 长风万里的导演赖成英等人 也都到场参与 开心之举也感叹这时光流逝 台中市新闻局主命 与多位的电影界前辈 宣告台中电影故事展开展 台中对台湾的电影发展 有着功不可梦的地位 而跟着这一面台中电影大事迹 就可以清楚了解脉络 用年表互动式的年表方式 来介绍在台中发生过的电影故事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透过空间的介绍来介绍说 在台中有哪些的电影的放映跟制作的这种场所 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现在身处的地方 过去是一个荣景 因为现在的时代变化 大家不知道在哪里 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一年来的这个努力被文化部看到 它让我们在硬体方面能够提升 在软体方面我们重新开幕 用台中电影故事馆的形式来呈现给大家 这一档展览分成有四大区块 还可以透过台中电影历史地图了解戏院的位置 而值得一提是这一台国董级的放映机 已经保存超过一甲子的三属厘米放映机 在数位时代是更显珍贵 也再度勾勒出从前台湾的电影场景 这个器材主要特色是它是一个pot ball 就是可以这个外面携带的 那主要是在戏院上面可以放映 或是在那个户外也可以放映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的那种庙会的 那种文字电影院的放映 学习过程当中就可以学到这个 从摄影、录音、冲袭、剪接、照明 还有那个放映等等 这个基本的技术都会学习到 所以今天看到有一个放映机 我们就学习过程当中 这个我们也用过 我们当时有16米的 有35米的那个碳镜放映机 或者这个灯泡放映机 都有用过 那你很想到从前对不对 那那个从前就是我们都经过这一段时间 台中电影故事展是中山七三 影视艺文空间改装之后 以新面貌建客的首档展览 也将台中这座城市的发展 与台湾电影历史的之间关系 都完整缩影在展览当中 与众人共享 这点点叫化台中采访不到 暑格 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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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